另外来关心日前花莲市华东部落 发生一起针锋吃醋而颇酸泄愤的案件 47岁的嫌犯怀疑一名流姓男子 与自己的女友友染 约对方到家里谈判 而流姓男子与黄姓友人一同前往 没想到过程中嫌犯是突然朝两人 来颇洒腐蚀性的议题 并持戾气攻击 导致两人全身剁出手伤 双载机车大白天骑进路旁民宅 车上的两人下了车 走进去找男子谈话 但过没几分钟 两名大男人落黄而逃 有多快跑多快 一名打世博的男子追了出来 看起来相当生气 原来谈判过程中 有人被泼洒腐蚀性液体 遭破腐蚀性液体的男子 看到警察赶紧求救 他痛得不得了把衣服全脱了 慌张得不知所措 你先等一下 你先这边先冲水 水冲因为那个会脱水 你先让他慢慢的水不要太大 他说先冲水 慢慢慢慢小一点 远警叫他先冲水止痛 车户车也到场 将男子送以急救 17号上午 华莲市华东部落 发生这起持腐蚀性液体 伤人案件 两名伤者一人多处灼伤 一人多处擦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巡献逮捕到作案的嫌犯 他也从事招来 原来嫌犯怀疑遭攻击的 刘姓男子和自己的女朋友游染 当天与对方相约谈判 刘姓男子带着黄兴好友赴约 想不到谈判破裂 他们一人遭泼腐蚀性液体 一人则被持利器攻击 双双挂彩送医 因为感情纠纷 双方谈判失败 嫌犯控制补助情绪 朝对方攻击 甚至泼洒腐蚀性液体 这下问题不但没解决 反而要先受法律制裁 记者林千亿徐利勤 华林报道